1982年4月2日,阿登廷出兵攻占了马尔维纳斯群岛 几个小时后,英国拟定了一支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特遣舰队 准备前往南大西洋用武力夺回该处岛 此时,英国的两艘航母禁忌神和无敌号都在普茨茅斯 禁忌神号还处于维护其中 反潜和运输直升机,海洋战机,纷纷往航母集结 4月5日,航母出发离开了普茨茅斯 他们会追胆此前已经在直布罗陀海峡演习训练的五艘护卫舰和五艘驱逐舰 然后在大西洋中部的英属阿森松岛会合 为了运送海军陆战队,英国还征用了45000吨的邮轮堪培拉号 当时其正从地中海返回英国途中 英国人对其进行了改造,在其游泳池上建立一个直升机停机坪 4月10日改造完工后,与2500名海军陆战队和散钉出发了 此外,英国还在全国各地征用了数十艘民船运输物资 试图建立起一条13000公里长的运输补给线 到4月底时,这条航线上的65艘船中有40艘式运输补给船 大西洋中部英国控制的阿森松岛在4月初变得热闹起来 成为英国远征舰队的中转站,英国军舰先后抵达这里进行修整 该岛的机场也短暂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高峰时每天需要处理400多个航班 大批军员和补给仍然不断从英国本土空运至此 4月18日,装备整备停档的远征舰队驶离阿森松岛 在主力舰队抵达马岛前,英军先派出一支小分队 前往马岛东南约1400公里的南桥之亚岛 4月3日这里已被阿根廷人占领 两艘英国军舰和一艘搭载士兵的邮轮凤令出发 他们将在南桥之亚岛附近一艘兵面巡逻舰会合 这艘巡逻舰自4月初就一直隐蔽在附近海域 监视岛上阿军动向 4月21日,该小分队抵达南桥之亚岛附近 随即准备突袭夺岛 结果搭载了英国特种空行团侦察兵的两架直升机 在登陆时坠毁,人员被救出撤回 第二天,英国人收到情报称 一艘阿根廷潜艇埋伏在南桥之亚岛周边海域 为谨慎行事 英国人决定暂时后撤,等待援军 4月24日,英国主力舰队派出的护卫舰光辉号赶来会合 其搭载了两架山猫反潜直升机 随后,这支小分队再次返回了南桥之亚岛附近海域 4月25日上午,英军舰调集直升机搜寻阿潜艇 直升机先用雷达进行了扫描 看看能否可以发现目标 结果出乎意料,维达屏幕很快出现了反应 阿潜艇正在水面上向西北方向航行 刚在格里特维肯投送了一个牌的海军陆战队员 增援那里的阿根廷驻军 直升机随即往该水域投下了两枚深水炸弹 阿潜艇受损掉头返回格里特维肯 后面拖曳着一长串游击 紧接而来的英国山猫反潜机赶到现场 发射了一枚自导飞围 随后另外两架直升机也倾泻了火箭弹 阿潜艇虽然受创不清 但炸弹威力有限,会造成致命伤害 但潜艇上指挥塔被打出许多空洞 无法下潜,唯有迅速撤回港口 在六架直升机的骚扰下 阿根廷潜艇船员们迅速弃船登岸 前往爱德华国王角的驻军阵地寻找掩护 与此同时,英军特种空勤团和海军陆战队员 乘坐直升机在格里特维肯以南成功登陆 并越过布朗山级,推进到距离阿筑军约900米处 英国护卫舰安推里姆号也驶入海湾 其舰炮也对爱德华国王角的守军据点进行了轰炸 并向阿军威胁到除非投降否则继续炮击 只有一百多人的阿守军指挥官 权衡立弊后选择了投降 第二天在利斯的阿守军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至此,南桥之亚岛又重新回到英国的控制下 4月29日,完成任务的英军小分队向西北航行 准备与主力舰队会合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在马岛周围划定了一个320公里的海上禁区 禁止任何船只进入 没过几天,这里又被英国设定为禁飞区 英国舰队于5月1日晚进入禁区 对斯坦利、俄律机场和马岛首府周围的阿根廷陆军阵地进行了轰炸 阿根廷迅速做出了回应 出动了40多架战机与英国人交战 并调遣三支海军舰队前往加急英军 来自西北的两支舰队是阿根廷海军的主力 其中的5月25日号航母搭载了每支A4天英式攻击机 和法制超级军起攻击机 英国人将他们的两艘潜艇部署在该地区 试图找到阿军航母战斗区 但未能发现 在南方的第三支舰队正在向东推进 该舰队包括老旧的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号和两艘驱逐舰 这两艘驱逐舰装备有40公里外 就可发动攻击的飞鱼反舰导弹 从5月1日上午开始 英国政府者号核潜艇一直在秘密监视阿根廷南边的这支舰队 而没有被发现 同时不断向上级报告位置坐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英国人判断阿根廷人正在策划前行夹击 5月2日晚 英军雷达捕捉到一架阿根廷侦察机的信号 这加剧了英国人的担忧 一架海耀战斗机紧急起飞拦截 但却没有发现目标 大约在空中盘旋一个小时后 在距离近近神号航母约320公里的地方 该战机发现了与英国42型区逐舰相同类型的雷达发射信号 这些信号可以断定是来自阿根廷购买的42型导弹驱逐舰 这意味着该舰正在为阿根廷航母护航 英军的猜测正在得到首次验证 午夜时分 英国舰队在马岛东北190公里处向西南方向航行 在其西北320公里处的阿根廷航母战斗群正在靠近 预计7个小时后 也就是黎明时分可以对英国舰队发动突袭 而在马岛以南 英国人划定的禁区线外 距离英国舰队370公里处 英国核潜艇征服者号一直秘密跟随着阿根廷南边的这支舰队 阿根廷驱逐舰如果以35节的速度向北行驶 日出时就可进入飞鱼导弹射程 在同一时间段 一旦英军舰队集中应对来自西北方的阿军战机 南方飞鱼导弹又悄然来袭 阿根廷的前行夹击将英军置于双面困境腹背受敌 英国人这么一想后背发凉 英国人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北方两艘潜艇无法找到目标发动攻击 只有南方的核潜艇有袭击阿军的可行性 舰队命令一起做好准备四季出击 双方都在计算 推演 等待 战火的帷幕正在拉开 黎明前的大海静粒而深邃 英国政府者号潜艇跟踪的阿根廷南面舰队 突然改变了航向向西行驶 原来 虽然此时英国舰队进入了北面阿根廷航母战斗群的攻击范围 但其所在海域风力不足 即使航母加速至最快25级航速 仍不足以把满载弹药的舰带机弹射升空 就这样阿根廷的前行攻击在黎明前被取消 失去了对英国舰队的先机 阿根廷舰队暂时向大陆方向驶去 等待实际再战 英国人预计阿根廷舰队只是重新调整方位部署 以备当晚进行再一次进攻尝试 英国人决定不能给机会了 下午2点57分 征服者对阿军贝尔格拉诺巡游舰发射了三枚MK8鱼雷 这些是带有巨大弹头的二战老旧鱼雷 恰好用来打击贝尔格拉诺号后后的二战17装甲板 几分钟后 两声巨响传来 一枚鱼雷击中了箭头 受损严重 一枚击中了船尾 一片火焰从船尾的甲板上动发出来 该艘巡洋舰停滞在原地 开始快速下沉 3点17分 舰长下令弃船 几分钟后 该舰与323名船员一同沉没了 因为没有有效的反潜手段 阿海军南北舰队都撤回了港口 阿根廷人的反击来得非常迅速 5月4日上午 他们派出了海王星侦察机 在马岛东南部发现了英国舰队 此时的英国舰队离海岸不远 正在对岛上目标进行轰炸 8点45分 720公里外的格兰德河机场 收到坐标信息的两架超级军旗攻击机正在起飞 他们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向东飞行 准备向英国舰队发动突袭 战机上装备了致命的飞鱼反舰导弹 因为航程太远 他们在半路借助了大力神加油机 进行了空中加油 在距离潜在目标还剩190公里时 两架飞机下降到离海平面15米的高度飞行 并用地球区率隐藏行踪 躲避英国舰队的雷达探测 1982年的阿根廷从西方引进了大量新式战机 包括美制天鹰和以色列生产的敌手 以及法国的超级军旗 该机可以搭载飞鱼反舰导弹 飞鱼的时速高达1000公里 弹头重达165公斤 能穿透12毫米厚的钢板 英国人也知道这是一种现代的高度危险的导弹 阿根廷之前订购了14架超级军旗战机和15枚飞导弹 但在马岛战争前法国暂停了交货 阿根廷只收到5架飞机和5枚导弹 上午9点56分 两架军旗开始抬升高度并短暂地打开了培达 试图搜寻英国舰队的位置 但他们一无所获 于是再次下降踢进海平面 以不低于900公里时速继续朝目标区域前进 与此同时 80公里外的英国舰队正向西航行 因为当天早上 对可能来袭的敌机反复发出了误报 其舰队呈现防空阵型 最东边是两艘航母 禁忌神号和无敌号 航母旁边都伴随着一艘配备短程海狼导弹的护卫舰 作为航母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他们前面还有一层层保护 其中最重要的是 前方32公里处的三艘42型防空驱逐舰 卡文锤 格拉斯哥和谢菲尔德 他们负责拦截任何空中威胁 此外海妖战机也在空中向西北方向进行战斗巡逻 9点56分30秒 格拉斯哥号捕获到了 军旗战机短暂打开雷达发出的信号 其操作室值班人员迅速行动识别出 来源为超级军旗 并向舰队的其他成员发出警告 但更接近敌机的谢菲尔德号 此时正在使用卫星通讯系统 导致雷达频率被屏蔽 让他无法监听到同样的信号来源 9点58分 两架军旗战机再次爬升并打开雷达扫描 这一次 他们的雷达屏幕上 32公里外出现了两个一大一小的目标 他们认定大目标是一艘航母 准备发动攻击 与此同时 英军格拉斯哥驱逐舰雷达上 也显示了蓝席战机 地向舰队再次做了评警 但英国舰队相信 这又是一次错误的警报 巡逻路线上的海耀战机 也没有被呼叫过来支援拦截 上午10点 格拉斯哥通过无线电 再次警告谢菲尔德即将遭袭 但此时 该舰的防空军官 和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走出了操作室 导致无人应答 谢菲尔德的雷达 也未搜寻出阿军战机的踪迹 部分原因是 格拉斯哥给出的接触方位为235度 但是从谢菲尔德角度 飞机方位大约为300度 这种混乱导致谢菲尔德雷达操作员 找错了方位 结果一无所获 在距离目标还有19公里时 阿战机开始右转 飞机机头稳稳地对准了谢菲尔德号 此时 谢菲尔德防空军官 才被舰上对讲机 焦急呼叫匆忙返回岗位 在10点02分 两架军机战机发射了他们的飞鱼导弹 然后猛然转身以最快速的反航 飞鱼以1100公里时速飞向目标 格拉斯哥迅速发射了 由小金属丝组成的薄条干扰弹 旨在迷惑飞鱼 谢菲尔德号防空军官 认为这是两架幻影 三战机发射的导弹不是飞鱼 彼此之间的距离已经超出导弹射程 故未采取进一步防御措施 舰桥水手甚至看到导弹轨迹袭来 单位传达给操作师和舰长 格拉斯哥号试图用舰载 海标导弹拦截飞鱼 但该系统旨在拦截高空导弹 难以锁定低空飞行的快速移动目标 谢菲尔德的海标系统 也无法在雷达上捕捉到飞鱼 大多数船员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一无所知 伴随导弹的呼啸 死亡降临 10点03分 一枚飞鱼击中了谢菲尔德诱咸中部 导致辅助机舱发生大火 该舰立即失去了一半的动力和通信能力 浓浓的黑烟迫使舰桥和操作势力的人员撤离 消防总管破裂使救火工作瘫痪 更糟糕的是 舰艇导弹的计算机系统出现故障 导致谢菲尔德面对任何后续攻击毫无防御能力 旁边的护卫舰开始过来救人和救火 损管船员与大火搏斗了四个小时 试图拯救谢菲尔德 下午1点50分 舰长判断该船的战斗价值基本上为零 而且火势可能引爆海雕弹下 他下令弃船 在完成这次打击任务后 阿军两架军旗战机安全返回基地 但已经消耗掉了40%的飞鱼库存 谢菲尔德号燃烧的残骸在海上漂浮了几天 后来这艘船在拖走的过程中沉入大西洋 这场突袭迫使英国舰队向东后撤 尽量远离阿根廷空军基地 交战双方进入了白热化的对抗状态 马岛的归属将继续在炮火与鲜血中考验